新年将至,欧洲王室忙于参加各种庆祝活动 西班牙王室发布了今年的圣诞贺卡 但莱昂诺尔公主18岁生日照片背后却隐藏着今天大瓜 据报道人称王后婚内出轨,偷情对象竟是自己的妹夫 这一消息让国内外舆论沸腾,引发众多猜测和争议 莱蒂奇亚和费利佩二世结婚19年,在外人看来一直很恩爱 但其实两人的关系早年就有各种隐患 作为平民王妃,莱蒂奇亚在嫁入王室之前曾经历过多起争议事件 包括范围广泛的黑调传闻 此次被曝光的出轨事件更使得她原本完美的形象岌岌可危 而与此同时,王室内部的宫斗也逐渐浮出水面 前国王胡安·卡洛斯因贪腐丑闻流亡在外 有记者称他可能处于报复目的帮助泄露莱蒂奇亚的婚外情 以此打击儿子儿媳的声誉 然而,截至目前,国王费利佩二世和莱蒂奇亚并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王室发言人也只回应媒体无可奉告 增加了事件的扑朔迷离感 除了出轨事件,来后还要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 如何处理与公婆的相处,培养女儿成长等问题 都成为她不容忽视的挑战 尽管一路走来艰辛重重 莱蒂奇亚已逐渐收敛锋芒 展现出越来越成熟稳重的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